难怪当时第一个退辅会主委 因为退役军官嘛 牵扯到他 直接飙脏话 然后立委陈以信还建议说 要不要干脆邀这个日本媒体来澄清 澄清 冯士宽说什么 以我的个性我把他抓来枪毙 当然这是使用词 但你是不是觉得 好像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当一个国际记者 难道不查证就报道吗 你的证据消息 消息来源是什么呢 然后他爆出口 被建议收回 冯士宽说 要收回是不可能的 是可杀不可入 他今天杀了我了 讲他两句可以吧 是不是 就一个老先生的直觉反应 我相信任何 退役的老军人听到这个 真的就是又会暴气 国防部跟外交部有所回应 国防部说 日媒以不明消息来源 质疑国军保家卫国的忠诚度 国军为中华民国生存发展而战 为台澎金马百姓安全福祉而战 国防部有个澄清 外交部也说 不容错假消息蔓延流窜 住处要求澄清 但是总统府呢 讲到你三军统帅蔡英文 没有办法掌控军队 多么严重的一个这个指控 总统府到现在为止放着凉 没有任何回应 我稍后来请教一下这个杨永明杨老师 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冯诗宽的这个回应 超解气 这个一头拉骨的真心话 脱口而出 我们来听冯诗宽今天怎么说 胡说八道 会觉得他们这样子的指控 胡说八道 F16的那个飞行家要交了 可是那边美方说 好像我们在招募飞行员上面 有一个困难 那你做以前飞官 会觉得说要怎么办 不要听美国人的 听我们空军司令的 今天日本的经济新闻 他提到说 那个国军充斥太多外省人是主名的 放他妈的屁股 放他妈的屁股 你怎么看全都打算办法呢 你学会什么第一品牌 跳来求证吗 那里面倒的报导啊 那目的是什么 他目的是想分化我们军民之间 常年培养的协调合作 我想他们之间也有匪谍吧 报告委员 我非常希望我们的媒体 把我今天早上讲的那个脏话 把他翻译了反映出去 我承受任何的后果 报告委员 以我的个性呢 我把他抓在枪毙 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 你还当国际的记者 你也不去查证就报道吗 可不可以请你收回 收回这种情绪的用语 要我收回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是一个军人 是可杀不可辱 今天他杀了我了 我应该啊 讲他两句都应该可以吧 放他妈的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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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冯士宽 你可以看到他气炸了 这个脱口而出了 当然这个小朋友不要学好不好 还是不要讲脏话 但是我必须要讲 其实我觉得不管他是谁 不管他是哪一档 不管他是什么电视节目 不管他是哪一个人 我觉得守好台湾立场就是对了 有没有反美的问题 没有反美的问题 看美国对我们好不好 有没有亲中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不存在 我们守好我们台湾的立场 谁对我们好 就是真正的好朋友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说实话 最近 我不要讲他是1450 最近在这个 我们的聊天室也好 中间新闻的版面上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声音 我们中间都予以尊重 有没有你有看过 辫子妹的这个街坊吧 对不对 骂国民党的我们野波 骂共产党的野波 骂民进党的我们野波 通通原因照现 这就是我们中间新闻的精神 守好台湾立场 保护好台湾的精神 稍后我们再来谈 所以我觉得冯士宽也一样 他讲的虽然 日本是我们的哥哥 好朋友 虽然前阵子 日本一些媒体 对于台湾的很多报道 看起来是在帮台湾的 但是又如何呢 你这篇如果踩到 我们台湾的红线 管你是谁 管你是谁 对不对 所以杨老师你怎么看 另外我们还看到 这个到底美国 是不是我们的好朋友 其实稍后我们会谈到 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部分 所以今天有好几题 大家不妨加在一起 整个来看 我常常讲 我们关注国际新闻 不要只看单一事件 加起来看 你会更通透 你的逻辑会更完整 首先第一点 不要我帮他翻译 我翻译不出来 但是不需要收回 收回的事应该是日经 而且我觉得 我要求 蔡政府 外交部 还有助理代表处 必须要 秀出公文 给日经总社的公文 要求他澄清 更正 道歉 的这个中文 你不要写日文 的公文出来 你不要说 要求澄清 我就不知道 你面对日经的时候 怎么讲 以前我做新闻局长的时候 我们在新闻局的 东京的办事处 一定会这么做 对不对 现在 蔡英文政府 你不能看到哥哥 你就 比人家矮一截 你这样子是羞辱台湾人 羞辱军人 保家卫国的军人 这个文章里面提到 他说 外省人 历代的 国防部长 都是外省人独占 拜托 陈水扁的国防部长 有两位是本省人 马英九的第一任国防部长 汤耀明不是本省人 蔡英文自己用的 三任的国防部长 他自己用的是外省人 都是江苏人 所以 这个第一个 大谎言 至于他讲到九成 的台湾的退休的干部 是前往中国大陆 并不代表这个九成 他没有写到这个九成 都在泄漏军命 可是他那个语句上写的 九成的退伍的干部 降领前往中国 然后呢 泄漏已经变成常态化 泄密变成常态化 有九成这么高吗 你哪里来的数据 所谓的泄密 提供情报 换取金钱 腐败 已经常态化 你的证据哪里来的 日经啊 通常是在日本的报纸里面 是最务实的 日经的 亚洲版 英文版 那个是相当的 就是说倾向美国的立场 不过自从俄乌战争之后 各位要了解 我所看到的日本的整个媒体的 这个报道的立场跟态度啊 已经完全采取西方美国的这个态度 尤其是在 尤其是在这个三个法 以及岸田政府 特别谈到台湾问题之后 日本媒体对于台湾的问题 已经没有什么禁忌 可是你要讲实话呀 后面还谈到 这个也就是说 将近200艘台湾的渔船 这个定期的前往钓鱼台海域 那个是我参与签署的 台日渔业协力里面 日本跟台湾共同同意的 这个区域 台日的渔船可以共同进来捕鱼 只不过是日本的渔船 它到别的更大的渔场去了 这就完全的误导 这一定是一个对台湾 对台日关系非常不理解 但是呢 应该可能是在日本经济新闻里面 算是论述委员这样子阶层的人 所以他们其他的这些编辑 就不会去查证 对 杨老师 当然说实话了 这个日经出了这样一篇报道 我觉得这篇报道 对台湾来讲就是污蔑嘛 那到此刻为止 我们的朱日代表 我们还有朱日代表吗 是不是那个谢先生 还有嘛 他在 那请问谢先生呢 然后请问我们的蔡总统呢 不是点到你吗 你无法掌控军队 蔡总统的脸书 到此刻还停在228 对 那所以总统是默认了吗 虽然我们的国防部 外交部 你看到 这个写的也是很平缓 很平缓 这个语气等等 那错假讯息 错假讯息 然后呢 做出要求澄清 然后谢长婷 Q到你 然后呢 所以我觉得 我们媒体 我在这边就要求嘛 你把你的公文给我看 你要用公文的方式 你不要只是打个电话去 你们那个报道有问题 不不不就过去了 但是杨老师 就交代了 连总统府 总统府都没有什么回应 对 所以这个是要做到的 因为你知道 更离谱的是什么吗 立法院 民进党 刘世芳委员 居然这个报道之后 他就提案 许多国防外交民进党籍的委员 也联署 要求调查国军将领泄密 是否适时 这些立法委员 保障台湾是谁 我们接下来 兵营延长一年 那 我要问了 你们的小孩有没有去读军校 你们小孩有没有去扶自愿意 如果说在李登辉时期 大家 你们小孩这些 支持台独民进党的这些人 你们小孩去扶军校 现在已经都当到将领来 对不对 40年了嘛 是不是 对 他要不要调查一下 蔡英文是不是真的无法掌控军队 所以刘四方委员 你一定要策案 你这个是完全 对冯释宽 如伟的打脸 而且他讲出了 台湾人的真心话 因为这个是完全 不可思议的一个错误报道 完全的让 我对于日本的新闻的 这种自我要求查证的水准 完全的颠覆 对 但杨老师 我都觉得 你去要求一家媒体 我觉得那也是白搭 但是问题就是 台湾的立场在哪里 我们的政府部门 民进党 我们的台湾价值 所以到此刻为止 真的对于我们的驻日代表 还有我们的总统府 静悄悄 我觉得这点还真的伤了 很多台湾人的心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 顶级海鲜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PI714 享有折扣哦